被科目多龙追 应该如何逃离 请先点赞收藏 首先就是不要惊慌 要保持绝对的冷静 因为突然的声音 还有多余的动作 很容易引起科目多龙的注意 一旦他注视到你 说明他已经盯上了你 此刻不要多想 转身撒腿就跑 但是不能瞎跑 请牢记以下三点 第一 一定要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跑 因为科目多龙 只对弱小和单体的动物攻击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群 他奔跑起来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 只要你反应快 能拿出百米冲刺的镜头 就一定可以把他甩掉 如果他穷追不舍 眼看就能追上你 那你就要跑出S型路线 扰乱他的思维判断 因为转弯对他来说是一种障碍 第二 千万不要灵机一栋爬树 曾经就有两个人 因为逃到树上 被科目多龙咬死 这是由于科目多龙 从小就生活在树上 爬树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小把戏 第三 千万不要跳进水里 要知道科目多龙是两栖动物 而水里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地方 往水里逃 无异于自投罗网 一旦你不慎被他咬伤 千万不要着急 着急也没用 也不要过多走动 因为科目多龙捕猎 靠的就是嘴里含有的 大量细菌和毒液 大幅度的动作 反而能加快细菌和毒液 在身体里散发 一旦毒性发作 将无力回天 更不能坐以待毙 你应该随手抓起木棍 或石头进行反击 击打他的痛感部位 比如眼睛 鼻子等 当他感觉到你不好对付 就会选择离开